本節目每週二週五在乾淨世界讀播 歡迎訂閱精英論壇在乾淨世界的頻道 三十多年前廣州賣給華僑的那一套別墅四萬塊 地方債現在是越滾越大 以及危及到整個政府的運作 就只有一條路 就是印鈔票 說穿就是搶錢 很多地方都所謂揭不開鍋了 據說中國政府還要把特別國債 要回購房地產 現在買50年的國債 基本上那就是打水漂了 50年之後的錢肯定是相當不值錢的 而老百姓未來幾年將面臨是大規模的返頻